哈喽大家好 小新今天给你们拍的是飞帆大师 Mate60 Ice 为什么他叫 改名字叫飞帆大师呢 华为告别了多年合作 宝石节品牌 推出了自建品牌叫飞帆大师 很气势的一个名字对吧 这台机器前后都是那个昆仑玻璃的 它的玻璃都是比较耐刮的 你们可能会好奇我 拿到这台机器 为什么没有盒子 人家对这台机器的评价真的是 褒贬不一 很多人都抢不到货 客观来说就是很难买 结果呢 这台机器是一位美女 买给一位帅哥的 然后她呢 盒子就被 装卖店扣了 为了防止二次销售嘛 后来呢 帅哥他就不用舍不得用 未激活的 他拿到这里给我了 你看还是有点小聪明了吧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 哎 你买了飞帆大师盒子呢 盒子有些店里 他是会让他留置的 那时候他才会给你们 里面呢 我也好奇那个车充呢 有没有用飞帆大师的大哥 往年的保时捷40IS里面 可是有车充的呢 但是我这台机器的车充呢 车充不见了 有两个视频线一个耳机 这耳机音质无损的 非常耐沉 这机器还有一个皮套 给你们看一下这壳套上去 给你们套一下 可以吧 哇 真的是日感加倍 日感加倍 拜拜